品格審查是不可能追得到這麼多年前做到這麼多事情 其實品格審查他們通常就會問 就是你有沒有欠錢 有沒有一些關於土色事件 有沒有可能因為做過什麼被受人威脅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個別官員 他自己以往的行為操守的問題 就跟政府的施政是沒有直接的關係 我覺得麥先生選擇自己辭職 都是一個明智的做法 他是需要找人去填補這個空缺 暫時來說就是財政司司長是會兼任的 我相信應該現在都是一個暑假的時候 應該對工作的進度的影響不會很大